台灣進口車開到採權行門口 來者不善 連續槍聲大作 原來是車內的男子隔著馬路開槍 瞬間槍管還冒煙 嫌犯犯案之後開車逃逸 警方獲報請王採集 找到掉落在棋樓的蛋殼 事後警方已抽追人 嫌犯駐豪華透天措 袁錦池拘票尾捕 來 先顧位 先顧位 你手 來 手抱頭 手抱頭 案發在屏東潮州大同路 112年的6月15日晚間 槍手是林姓男子 搭乘輸信有人開了車 無視馬路上車來人往 副駕駛坐的嫌犯隔著馬路 朝採權行門口射擊 第二槍未擊發 連續開了兩槍 採權行的電源下的報警 所信子彈沒打中任何人 而嫌犯疑似因為債務糾紛 開槍尋仇 坐在副駕的這個林姓男子 隔著馬路朝著採權行 開了兩槍 依照槍炮罪及殺人未遂 兩罪 送請地檢署偵辦 兩名嫌犯落網送辦 共同犯非法持有非致氏守槍罪 分別判刑四年以及五年半 而開槍的林姓男子 殺人未遂 判刑五年半的徒刑 因財務糾紛 開槍射擊採權行 都不怕傷及無辜 TVBS新聞 葉豐達 屏東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